建真女尼受了武惠军为徒 把全身的本事全都交给他 而且把他身上中的毒气全都给治好了 这个时候铁真王就传下命令 因为铁真王这个人顺他者称 立他者亡 武家这哥几个全都投在铁真王的门下 在成都都是官 可有意见这武威尊住在高山之上 他这人走得正行得端 他就不愿意保铁真王 武威尊确实有本事 铁真王就让武威尊这几个叔白兄弟 强逼着武威尊来到自己的府中 给自己的儿子作为教师爷 武威尊没有办法 只好到了成都来到铁真王府 这个时候武惠军的功夫已然学成了 武惠军跟他的父亲就跟建真女尼 把这些情况说了 老尼舍不得这个徒弟 但是建真女尼有个想法 自己身旁这个徒弟银玄珠 愿意留在庙中 婚姻大事就没法解决 如果再把武惠军留下 那么武惠军将来也就无法嫁人了 再说武威尊这么好的一个人 旁边没人保护着也不行 老尼的仇人就是峨眉山 苍博秧这些人 所以老尼一狠心 就把这孩子让他爹给领回去了 而且告诉他 你的爹已然跟我说 虽然说你几个叔叔 跟你的父亲都是亲叔白兄弟 但是他们都没按好心 他们心中向着铁真王 时时刻刻想害你的父亲 你千万要留神 武惠军临走的时候 建真老尼请出了 镇庙的宝物 就这条沙尾棒 按说这沙尾棒 已然多年不出了 建真女尼留着她干什么 留着她将来惩治峨眉派 因为峨眉派的人 能打出不同的案气 全都有毒 所以以牙还牙 必须惩治峨眉派的时候 沙尾棒出世 老尼也确实喜欢武惠军这个孩子 而且喜欢武惠军的威人 为了保住这爷儿俩的性命 老尼就请出了这条沙尾单棒 把这棒交给武惠军 这条棒你也知道它的来历 你也知道它的厉害 我把这棒给你 你可要记住 此棒出世 要替武惠军 要替武惠人争气 逞着那些武惠中的败类 而且要替天行道 千万千万不要助纣为念 如果你要违背诗言 那么将来我要清理门户 你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 武惠军结果沙尾棒对一天明示 师父您放心 我一定按您的话办 这样武惠军拿着沙尾棒离别了 师父见真女妮 就回到父亲的身旁 武惠军到了成都一看 了不得 虽然说自己的父亲 在铁人王府身为教师 但是明为教师 暗中受着监视 时时刻刻都有生命的威胁 女儿回来了 武惠军心中就比较高兴了 但是一家人 每天都是提心吊胆 这时候铁人王 就把他的义儿甘天下 这小子是由那海南来的 叫燕龙 给派到武惠军的家了 明着是跟武惠军学习武艺 实际上替铁人王暗中监视 这个燕龙这小子武功也很高啊 实际上呢 他就是小莲花燕峰的亲哥哥 投奔在铁人王王府之内 如果说武惠军一家老老实实 听铁人王的 那么燕龙就不去禀报 稍微有点偏他 马上就告诉铁人王 武惠军跟武惠军在这受着监视 这燕龙这小子没安好心眼 他看见武惠军身上武功好 长得要漂亮 有一回就到了武惠军的秀楼 威逼武惠军 说你要答应我 成全我的美事 我就能保住你们全家性命 如果说你要不答应我 我就面见我的父王 说你全家有反四川之心 逼着武惠军 武惠军可就急了 武惠军是个正气的女子 武惠军就跟燕龙动起手来了 两个人一玩命 武惠军受师父申传 三阴绝后掌 这一掌打到燕龙的身上 燕龙当时就崛起身亡了 这时候老爷子武惠军到了 一看坏了 孩儿啊 你把铁针王的义儿干颠下打死了 咱们还活得了吗 武惠军说爹 我宁可 刀割在脖子上 我也不能让他把我糟进了 武惠军没有办法 知道全家性命掌握在铁针王之手 只好把女儿绑着 来到铁针王王府交给铁针王 我女儿把您的义儿干颠下打死了 铁针王气坏了 好啊 敢打死我的义儿干颠下 来推出去杀 二华部说要把武惠军跟武惠军 爷儿俩推出去杀了 这时候铁针王面前有一个他最信任的人 就是老太师岳东坡 岳东坡跟武惠军哥俩感情不错 王家千岁 您慢着 老青家 你为什么拦挡 王家千岁 您想一想 既然 燕龙武艺高强 为什么他会死在武惠军之手 我想 武惠军武功会比燕龙还要高 您为了得天下 千军万马容易得 一冤虎将最难求 一个女孩子家 要把一个男的武行名手打败了 这其中必然有缘故 王家千岁 您可要深思熟虑 铁针王是个很聪明的人 好 老青家 我明白你的用意 铁针王也知道 自己一儿干天下 不是什么好人 只不过派他到武家 去监视武威尊跟武惠军 铁针王明白了 照你这么说 这个丫头武惠军武力高超 好啊 那就让他在银安殿前献献意 如果武功确实好 我就把他这条性命留下 铁针王望下一传旨 要武惠军在银安殿前 跟铁针王手下 几元名将动手 武惠军在旁边是提心吊胆的 武惠军一想我喝出去了 反正我打死燕龙 一条人命我得敌了 我得死了 我打死杀 我也照样死 如果说我要不把真能的拿出来 我要打败了 更说明 我跟我爹爹成心害的燕龙 武惠军一狠心 把全身的武功全都使出来 一连就打死了铁针王手下 三元大将 岳东坡跟铁针王说 王爷您看见没有 这个姑娘武艺确实太高了 您留他保着您 岂不更好吗 您要不杀他 他们爷俩赶尽您活命之恩 对您就忠心无二了 铁针王非常高兴 就这样把武惠军收为一女 就成了铁针王的钢闺女 成了铁针王的大公主了 武惠军这条性命也保住了 武惠军保住性命还当了公主 在铁针王旁边有一个女蛮婆 这个女蛮婆姓姚叫姚环 等铁针王退殿之后 这姚环来找铁针王 他们俩的关系是非常密切 这姚环就跟铁针王说 您怎么轻易就相信了武惠军 相信了武惠军呢 难道说他们对您真是真心吗 没错没错 他对我一定真心 我不杀他 他对我忠心无二 女蛮婆姚环一咬牙 信说早晚有一天 我借机会 我得把这武惠军跟武威尊致死 这个女蛮婆姚环 是峨眉山苍伯央 给派到铁针王身旁的 所以他处处都向着峨眉山 这帮强盗 哎 机会还真来的 宋朝天子宋仁宗传下旨意 三路人马兵华四川 要灭铁针王 铁针王马上调动人马 防止宋兵进川 就派大帅武威咒指挥人马 兵扎红石山 挡住宋军 女蛮婆一看机会到了 马上面见铁针王 王爷 您可以把您的女儿 大公主给调到红石山 那儿有个红石狱 红石狱立下二十四门大炮 面对宋营 宋朝再有千军万马 有这二十四门大炮 他们也难以杀进川来 好 铁针王大营立刻传下旨来 让武惠军带着女儿营 在红石狱 受她叔叔武威昭的指挥调动 调起二十四门大炮 面对大宋朝的兵将 那么实际上 这个女蛮婆姚桓要干什么呢 姚桓就来找武惠军 说在红石狱雅 我有个徒弟叫冷飞雪 冷飞雪有个最好的姐妹 叫于雅仙 他们两个人武艺高超 我可以让他们帮着你镇守红石狱 帮着你炮打宋营 他们两个人非常好 可以跟你结成姐妹 因为武惠军从小没有母亲 没有哥哥没有弟弟没有姐姐没有妹妹 她感到很孤独 她不知道女蛮婆到底什么目的 等截止带了人马到了红石狱炸下女儿营之后 见到冷飞雪 见到于雅仙了 她一看这两个人确实不错 就跟他们两个人拜成干姐妹 女蛮婆摇环 就跟冷飞雪跟于雅仙说 你们替我看着这武惠军 有个风吹草动 禀报我实在不成 就把她给杀了 这些事武惠军根本就不知道 那么圣人台的事情 武惠军也有个耳闻了 冷飞雪是全都知道其中的秘密 等着圣人台把左梁流交消灭之后 二十四门大炮一响 炮打送迎 没想到圣人台武惠昭跟韩玄靖 这帮人没得手 武惠昭受了伤了 怎么着也是武惠军的叔叔 武惠军这才拿着沙尾丹棒 来找竹龙子 好啊 你把我叔叔打伤了 我要你的命 其实武惠军心里也明白 为什么竹龙子来找武惠昭 跟武惠昭玩命 因为武惠昭抢人家的枪 把人家爹都给打伤了 这些内情不太清楚 武惠军他有个耳闻呢 武惠军拿出沙尾丹棒 他的意思是想吓唬吓唬 把这竹龙子吓跑了 也免得传到天下人耳朵里 说叔叔被竹龙子打伤了 坐直那儿的不管 也不太合适啊 所以武惠军是想着拿出沙尾丹棒来 把竹龙子给吓跑了 万也没想到 这条丹棒望出一亮 月光仙在旁边看出来了 月光仙心说 这是见真女泥 这妙之物 怎么在他之手 这样他跟武惠军一动手 把武惠军带出来 正好见真女泥的大徒弟银玄珠来了 才把这妙儿俩带到花亭之上 面见师父见真女泥 见真女泥 把自己如何收了这个徒弟的情况 跟月光仙说 武惠军贵枣带地 流着眼泪 把自己所有的经过 也跟师父见真女泥讲了 老泥双眉紧皱 武惠军哪 你可要知道 四川峨眉派 就打算消灭内外两家 其中也有威师一份 这回圣人台的事情 威师晚到了一步 没有赶上 你知道威师带着你师姐干嘛来了吗 知道你带着二十四门大炮 在红石玉要炮打送迎 所以我跟你师姐匆匆赶到 一来 劝你调转炮口 帮着宋军攻打川军 为国家立下功劳 二来 让你手拿沙尾丹邦 帮助那一位两家 消灭 没想到你拿出山尾丹邦 对付竹龙子 你纯粹是要把我气死 月光现在旁边一看 赶紧给求情 老你呀 算了吧 孩子依然把情况跟你说清楚了 我看 这沙尾丹邦 你无论如何也不能收回去 因为四川峨美派这帮人 深带毒品 咱们就得以毒攻毒 让慧娟拿着沙尾丹邦 为那一位两家处理 好 见真老你点了点头 慧娟 刚才老建客说的话 你听见了吗 你是要使这只丹邦 对付那一位两家 还是能听威师之命 调国炮口 炮打川迎 慧娟在这跪着 师父您放心 我一定听您的指示 立功赎罪 一定调准炮口 而且为那一位两家 消灭峨眉派出力 好吧 慧娟 看你双眉谨咒 你是不是有危难之事 没关系 有什么情况 你跟威师说清 威师替你想办法 武慧娟说 师父 你想一想 我全家十七口 还在成都呢 如果我要兵变 我这一家人怎么办 再说 红十玉 我还有两个干姐妹 他们能不能跟我一块 帮着我炮打川迎 帮着我炮打川迎 再说了 人家左梁跟刘娇 还有大人尼姬祖 能收容我吗 他们会不会说武慧娟 炸祥啊 哦 剑真女 你点了点头 岳光仙 你是慧娟的师伯 这件事就得靠你办了 好吧 岳光仙刚要说话 冯尊在后边一听 可真急坏了 干张嘴 说不出话来 他在这吭吃 岳光仙一听 有人吭吃回头的鼻子 嗯 这不是冯尊吗 他怎么上盖来了 女剑可 这为什么还捆着一个人 啊 剑真女 你用手一指冯尊 岳光仙 你是不知道啊 这小子是铁针王手下的人 我正在这儿 等着我的徒弟 往寺外观察 他上来行刺 让我把他拿住了 他说 他是圣人台 七十二大闲人中的一个呀 这个东西好可恶 我跟他说 圣人台伤天害理 他又变了 他说他是送赢的 我呀 看出他不是好人 咱们现在就要他的命 岳光仙乐了 女剑可 你可千万不要怪他 他刚才说的是实话 他确实是送赢的 您看他岁数不大 他可是送赢的主要人物 他的爹是圣首秀 是冯苑 他叫冯尊 是少林寺的徒弟 人称 神眼活雷公 跟左梁跟刘教 都是磕头的霸兄弟 你剑可 就请你原谅他吧 哦 老尼点了点头 来呀 把他绑绳松了 岳光仙亲自上前 给冯尊松了绑绳 这老尼就在冯尊的后拨梗子 啪 给了一巴掌 把冯尊的穴位给解过来了 这冯尊呢 冲岳光仙一瞪眼 我说你怎么这么损呢 我把你救了 你怎么说我损呢 刚才你干嘛不冲我坐着 脸吵析 你就不回头 你说你缺德不缺德 老尼在旁边一听 老尼信说 这小子真不是好东西 人家月光仙救了你 要没有月光仙 我就要了你的命了 你反而还埋怨月光仙 那我是得说的 这回我就管您叫师伯 师大爷老前辈 刚才这事我听清楚了 把这武惠娟带到宋营 这件事全包给我缝尊 我在宋营说了说 左梁他得听我的 我问问这个武惠娟小姐 你有多少门大炮 有多少兵 这时候武惠娟已然 站起身形 冯英雄 我有二十四门大炮 女儿营 有五千兵 如果你要带着我 前去归降宋营 这功劳也有你一份 那好那好 这功劳我是利的 武惠娟看了看师父 师父高兴了 冯将军既然这样说 咱们就是好朋友了 我多有重谢 不用谢不用谢 以后别捆我 别点我的血就行了 老尼说咱们事情已然决定了 就不能耽搁了 现在圣人台 还没见出输赢胜负来 到底左梁跟刘教 竹龙子怎么样了 我还是不放心 这样吧 慧娟 你跟着冯尊 赶紧回归你的女儿营 让你的两个干姐妹 帮着你调转炮口 让冯尊回到宋营前去报信 我带着你的师姐跟月光仙 赶紧到疆场上 看一看竹龙子 月光仙说好 冯尊 你过来 我跟你说两句话 老爷们什么事 我告诉你 这老武家跟老竹子可有仇 到了军营里头 双方要有了变化可怎么办 这事我早就想好了 您放心 等战争一结束 我跟刘教一说 刘教是师父 竹龙子听他的 我给保个大红眉 让他们俩磕头拜天地 这月光仙呢 也没法生气了 好吧 反正这事就交给你了 千万不要让他们在营中为仇 你放心吧 那咱们赶紧走 五个人分成两路 武惠卷接回沙维棒 带着冯尊 勾奔自己的女儿赢 月光仙跟着剑针女泥 还有银玄珠 勾奔前边的圣人台 到前边一看 双方还在打呢 不过这回呢 已然打到外边来了 因为刚才竹龙子 把门给打开了 老少英雄侠箭望出冲 打的是难解难分 月光仙跟剑针女泥 在外边一看 整个战场全都看遍了 没有竹龙子 刘教跟左梁可在 这是怎么回事 月光仙回头 就跟女女说 糟了 竹龙子不见了 那么竹龙子上哪儿去了 因为竹龙子跟武惠卷动着手 月光仙把武惠卷带走了 韩玄静在这儿一看 心说糟了 这竹龙子这么大能耐 刚才他自爆家门 他是太极门刘教的徒弟 他要跟刘教在一块 还有我们的活路吗 韩玄静一琢磨眼追一转 借上心头 他就把六合剑客 盒子修叫来了 老剑客 你听我的 正般正般正般 到底韩玄静出的什么主意 下回再说